接下來第二題 請問男女交往時 誰最容易出賣你 A 手機 B 朋友 來 請選擇 這個應該 A 五 五 五 B 這個 都有一概 五 五 五 俊妍為什麼選A 那時候我交了一個女朋友 以前 以前就私在一年前 那女朋友年紀很小 她就很喜歡 去看我的電腦的 這個網站的紀錄 當然我知道為什麼她要看 因為她害怕我開成人片 她覺得我有她 我就不應該的 你該介紹的 那我就想說 那我知道了 這個電腦紀錄 永遠都要三的一乾二淨 結果有一次好死不死 我手機放在我的家裡的桌上 我就去洗澡 結果一回來 完了 她就拿著我的手機看我 眼眶犯在對著我說 為什麼你要看A片 直接把我 因為你知道手機的功能是 你打開 如果你沒有把它滑掉 網頁沒有滑掉 她就在那了 停在那了 她就在那了 然後她就點進去 而且你還一次看三個人 你知道嗎 不是 你一次看三個 三個視窗還是三個人 你體力還滿好的 不是 我也沒看完 我就無聊 這點進去有廣告 滑一下 這個看過了 這個其實就這樣 所以女孩子多久分手的 大概也拖了兩年半 誰說要分手的 我說的 受不了 因為你堅持要看 你今天 我覺得手機真的 就像剛剛那個君彥講 它真的很危險 像我們手機你Google過 是不是會有那個Google的紀錄 然後我就曾經因為這樣 然後被我男朋友懷疑我外遇 妳怎麼了 對 因為我也是有那個 驚痛的問題 所以我也有吃避孕藥 但是有一次 我就聽到一個都市傳說 他說吃避孕藥會造成 以後就是不會懷孕 然後想說 哇塞 怎麼會這樣 那我以後會不會面臨這問題 可能就是論即婚嫁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不會生 就麻煩 然後我就開始Google 想說避孕藥真的會 吃避孕藥就不會懷孕嗎 什麼這一種的 然後他就看了我的手機的Google記錄 他就說 你已經吃避孕藥 為什麼你還要擔心會不會懷孕的問題 你是不是有跟別人亂搞 不然你為什麼要Google這個 不檢點 對 我想說 你有病嗎 不是吧 我以後不能生 欸 你孤兒 怎麼會這樣 就是 但是他不能接受 就是吵到一個不行 他現在還是你男朋友嗎 不是 已經分手了 好 還好 我一個老婆跟他 我一個朋友跟他好桌子 我一個老婆 我一個朋友跟他老婆翻臉 你們拚命理 老婆去裝避孕器 該給老公知道嗎 因為他沒讓他老公知道 他老公是從閨蜜那邊聽說的 回家心思問罪 你這是什麼意思 裝避孕器不敢那麼知道 你是怎麼樣 裝了以後在外面給他亂搞 不用負責是不是 站起來就走 這種人了 這種人還跟他說什麼話 你老婆去裝避孕器不給你知道 你沒有知會你去裝 就會讓人家覺得 你是不是有別的想法 你們是不是 等一下 等一下 這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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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等一下 不要講 不要講 避孕器是裝在我這裡 還是你那裡 當然 當然是在你那裡 要不要懷孕我 可不可以為我自己做決定 當然這樣 可以 可以的問題是 就是 你不要諮詢一下 我為什麼要諮詢你 對啊 我們是 我為什麼要諮詢你 美人姐 讓我知道了 我是你老公 我去結紮了 我沒跟你講 OK啊 沒關係 已經沒有要生孩子了 這件事情 當然可以講啊 沒有 這女生就是 男生會稍微比較執信 我就比較服軟了 就一件的復仇 你等一下如果要你去結紮 對 我還想說對你 對啊 對不對 對 沒有 因為 因為如果你們是共同為了要生育這件事情 那當然就是如果你特別做這個 然後讓男生這麼的沮喪 然後怎麼都不孕的話 那這當然是有欺騙的嫌疑 可是如果你們都不想要再生孩子的時候 我做了這些防護措施 或者我身體真的受不了再生孩子 我體力也不堪啊 我做自我保護有什麼不對 對 但有時候會多薪啊 會多薪啊 男生的薪絲會覺得 因為可能 老婆就長得特別美 像美人姐這樣 就會特別有一點 對 就會特別有一點 怕外面有一些誘惑的 對 花花草草的 那是你自己心裡有黑洞 我告訴你 一艘船破了 進水了 像你這樣的男人 就一直把水往外搖 為什麼 因為她的恐懼 她的害怕 她就一直要去控制 抓住 你在哪裡 我要看清楚 拜託 船漏水 第一個動作是把水往外搖嘛 當然是看船的破洞在這裡 你內心有黑洞 你自己不鼓起來 你心裡不在心 那個女人 我在動作啊 不行 我覺得 我覺得我好像還被戳破自己 問題是我問的啦 對 你最無辜啊 你最無辜啊 在這邊被刮到我心裡的重心 倒倒沒有 她在另外那個節目整天被Melody罵 她在那裡整天被你罵 真的嗎 真的嗎 真的 喔 拍誰喔 我都不在心裡 我都不在心裡 小小小小 小小小小 小小小小小 小小小小小 李欣 我覺得手機是可控的 只要你是一個做事警示的人 你手機可以 不會露出任何蛛絲馬跡 可以開無痕模式 對 但是你朋友是很不可操控的一個 常常很多朋友沒有把你的生死 你知道嗎 豬隊友 當回事 當然 對 會置之度 比如說我跟詩鹏哥剛認識的時候 感情基礎還不老固 我第一次來台灣 然後詩鹏哥就很熱情的 帶我去宜蘭他同學家玩 然後那個同學 看到我的第一眼說了一句話 當場讓詩鹏哥快打人了 他說 哇 你是歷屆最優的 歷屆 歷屆 歷屆最優的 你戲沒想法的 他講得好像百年學校畢業的校語 然後你知道嗎 你戲品這句話 歷屆 那是多少屆 最優 那是代表說他每一屆女朋友 都帶到這邊來嗎 在走同樣的行程嗎 對 會不會你知道嗎 是的 就是 對 還好我心理素質夠強大 不然當場可能就你知道嗎 就脆了 那你事後有跟詩鹏翻臉嗎 沒有 我當場 因為我的想法比較特殊 我覺得 這個朋友是可收買的 只要我跟他出好關係 因為詩鹏哥會得比 也會把他然後賣得朝天 對 所以那個朋友到現在 成了我最好的男閨蜜 我想知道任何事情 都可以從他那邊得到信心 哇 OK 然後菲菲呢 妳選的是手機 我被手機害過 怎麼了 太糟 有 我有一任男友 某一任 歷屆 歷一任 歷一任裡面的某一任 某一任男友 對 他就對我那種愛理不理的 愛理不理的時候你知道 就是有的時候有點空閒就跟別人男生聊聊天 好朋友聊天 然後幾個月後呢 某一任早上起來 我男朋友都不講話 我說怎麼啊 怎麼啊 睡不好就怎麼講話 妳有沒有事情要告訴我 妳覺得 妳在幹什麼 我可怕 有事情瞞著我嗎 我沒有 你確定 什麼都沒有 真的 你確定 有沒有說話 相當肯定 最近有沒有跟誰聊天 沒有 他回我 昨天晚上我睡覺睡著睡 我突然聽到 祖先告訴我 要看你手機 祖先 他說祖先 他說我就看看 那時候大概九月 十月 七月的時候 你跟著一個男的聊天了 你跟他聊天了 你當晚你還來找我 你不要臉 我 當這個男的這樣跟你講之後 你的反應是什麼 不要害我 那妳還有繼續跟他交往嗎 沒有 後來我就覺得 他真的太詭異了 因為他後來就是會一直追蹤我 一直就用fine my iphone fine我在哪裡啊 然後時不時把我手機拿過來看一下 有沒有改密碼 我就開玩笑的 所以後來就分手了 海塞 你選畢業 我其實絕對是朋友啦 因為太多那種豬隊友 而且不知道為什麼女生 都永遠討厭自己 另外一半的兄弟或是朋友 你看有一次 有一次要跟朋友去喝酒 可是不然你講喝酒 跟朋友出去 他們就懷疑你了 他們就問中問西了 那你就不能講喝酒嘛 說我去陪他做報告 你還要裝很自然喔 他說不然你打給他 真的要做報告嗎 你還很自然 我跟廣英跟你講 欸 兄弟喔 阿明我們等一下早就做報告喔 那你也很自然嘛 那個阿明也白目 他說因為正常人 我們要去大家做報告 根本不會特別 大家跟他講嘛 他說不用 我已經做好了 趕快弄弄 那我們要出門喝酒了 好 我跟你講 那廣英也酷了 我都喝什麼酒 就你挑的那一間 你不公美很真 然後他還繼續講喔 我說 好啦 那他就這樣 我白了 你就幹嘛 你轉過去 你只能默默跪下來 真的 對不起 我覺得他這個太遜了 代表那個不是真朋友 如果你真的要跟朋友套 你應該把做報告 就等同於喝酒的暗號 可是這也是大的默契啊 沒事做報告 我不可以打給你 我只要做報告 你就大概要知道說 好 趕快來 不是啦 你要打給阿明的時候 你就說 阿明我現在開闊音 我跟你講一下 對 大家是不是就知道 開闊音是什麼意思 一定旁邊有人要聽嘛 真正恐怖的是汽車 現在都有CarPlay對不對 跟我們的手機是連的 一對情侶 我就坐後座 我親眼看到他們喔 反目成仇 男生開著開著 然後 那個車子上的螢幕喔 他上面顯現喔 那個名字誰來電 他寫 千拖仔 千拖仔啦 千拖仔 千拖仔 這個沒有問題嘛 那個男生可能喔 也是壞事幹多了 他能幹到自己也忘記了 你知道嗎 就大膽地接聽 在千拖仔 什麼 一按下去 來了一個 嬌嫩 玉滴的聲音 你昨天說要來 怎麼沒來 然後 那個男生喔 那個手很急 一直想要把他按掉 然後那個 女朋友一直把他抓著 對 拚本家裡的Baby 你搞人家好 然後後面我就不講了 台長了 你搞人家好 他更好 我好看 怎麼辦 我在後座呢 對 好尷尬 男生倒也是大體 聽路邊說 沒關係 神秀 你可以先下車 因為這一站可能會很危險 我還能騎乘車 回家了 所以 Coplay 切記 對 不要連手機 不要連線 不要連線 不要連線就對了 沒有 現在導航都會看到那個啊 Live都會說訊息 有被人家看到 對 到底是手機還是朋友 你的選擇哪一個才正常 男女疊對疊 誰最容易出賣你 A 手機 B 朋友 我們來聽聽KOL是怎麼說的 A 手機 因為我覺得現在 手機上面的秘密跟訊息 實在是太多了 有時候看到 自己都不記得 自己都會嚇到 他怎麼可能不會出賣你呢 這一題我選擇的是A 有一次我跟我男友 在一起的時候 我的手機一直在震動 我看了一眼 我沒有馬上的去恢復 他就覺得我很奇怪 為什麼有人傳訊息來 然後我們還因為這樣吵架 結果最後手機被他搶去看了之後 他才發現 原來是旅行社回了訊息 因為他要過生日了 我幫他準備了一個 生日之旅 要出國 他就這樣子 把我精心準備的計畫 給徹徹底底的毀了 根據調查結果 有百分之三十二的KOL 投給B 朋友 而有百分之六十八的KOL 投票給了A 手機 你覺得你正常嗎 好 選B的不正常 我在想你結果被噴枕 好激烈啊 對 人家被噴枕露 對啊 手機比較危險 對 很大槍耶 如果你跟這個男的交往 然後這男的不希望你看他的手機 你可以嗎 可以啊 怎麼可能 我不可以啊 不可能 不行啊 我結婚實現十二年了 我從來沒有看過我老婆的手機 所有的秘密都在手機裡面 我跟你講 我老婆也說不看 我沒結婚九年多 也說不看 可是我跟你講 他只要摸到你手機 他會贏 那個誰傳訊息給你 你只有傳的東西 只要一摸到 哇 那個開關就被打開了 開始 沒有 我跟你講 有時候是手機自己 就叫我們看他 因為我真的不看他 主線也跟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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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我有一次是 我一大倒 手機怎麼自己叫你看他 我年早上六點多 我就要出門 所以我很早起床 那我男朋友的手機 他就放在床頭櫃對不對 然後他手機叮叮響了 那我瞟了一眼 結果網路上面就寫是什麼 可是我真的沒辦法 他都打醬了 我不打開也太對不起我自己了吧 那有點進去 也是股票的 沒有 點進去之後是酒店小姐 我就放在桌上 跟他講說我看過 所以我後來偷把妹 都叫那個 蜜我的蝦皮帳號 我就說我在等 什麼啊 蝦皮帳號 你跟他爸爸 我說沒有 那個客人好奇怪喔 他怎麼會說他愛我 他想要 你這一招蠻高的 我覺得他蜜我的蝦皮帳號 你這一招點進去蠻高的 很厲害啊 如果有人喜歡我們的討論 那就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的最新影片 那還想看其他更多影片 那就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8月1日起 週一至週五晚間9點 請鎖定 我就問你正常嗎